我们现在请国防部高部长 还有国安局的张沪级长 还有外交部政务次长 董次长 路远好 三位首长好 中共已经宣布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 现在是12月3号 那么他们要拥有南海的主权 所以只要进入南海的所有的船只 他们都要登船检查 那么菲律宾因为进入南海的船只非常多 包括我国 包括菲律宾 包括越南 包括其他国家等等 所以菲律宾已经正式提出抗议了 我想了解外交部 国防部 对于中共片面宣布 所有进入南海船只 他们要登船检查这个事情 否则要与驱逐或扣留 有没有提出严正的抗议 外交部 谢谢陆委员 对于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们是认为是由陆委会来主导 我们由陆委会来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船只进入 我们的领域范围之内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陆委会有任何的声明 跟抗议没有 那国防部的立场呢 在国安工作上的业务划分的部分 也是由陆委会统一对外面说明 是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部会 或者行政院对这个事情表示抗议 那我请教国安局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 中共非常片面而且强势的一个作为 他如果说所有进入的船只 他都要登船检查 或者是给他扣留 驱逐 势必很可能会引起南海冲突 那么甚至会插枪走火 那国安局在对这方面有做任何的研判吗 就是你们觉得南海制造冲突 南海开战 或是引起这种插枪走火的比率 可能性有多少 我想中共啊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一种宣誓性 表示他对于这个南海的一个主权 一个宣誓性 那么基本上在整个南海 现在以我们目前所观测的 还是以这个宣誓性的一个程度比较高 那么实际上的一个冲突 因为现在各国 现在都在强调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还有一个区域的一个稳定 所以因此 那么我们认为中共 它是在作为一个 它一个领土的一个宣誓性的一个程度 副局长 你认为中共只是宣誓性 不会有实际的一个作为 这点我看法跟你不一样 我觉得中共一旦这样宣布的话 它一定会找一个国家 小国家 那么比较弱势的国家 它就真的登船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到时候你今天在立法院讲的 它只是一个宣誓性的作为 不会有实时作为的话 如果有出入的话 那你国安局的情报掌握 跟对于所有周边 国家安全的情势掌握 会不会有所出入啊 这边向委员报告一下 我看到这个表达 当然是代表个人的意思 因为个人在读导这个情报的一个领域 是在科技的一个收清 那么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南海的一个 它现在目前中共它宣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宣示以后 那么后续的一个发展呢 我们会持续的就去做这个地区 所有船只进入的一个 一个一个收清跟监控 然后这方面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不断的 就是随时来跟我们的相关单位来做反应 我也是念国家安全的 我觉得习近平刚上台 我觉得他一定 因为他自己的权力还没有完全稳固 他一定会拿一些作为 来建立他 巩固他的那个领导中心 建立他的一个领导的威信 所以我相信他这样一宣布 他一定会有所作为 到时候如果我的判断比你正确的话 那国安局长换我来当了 你们我觉得你们太轻忽这个事情了 那我想请问国防部啊 那如果说到时候南海 因为现在已经12月3号 中共是宣布1月1号开始 他要进 他要来这样子做的话 不晓得国防部对于户与户船 当然目前是海巡署他主要的责任 可是一旦如果进入双方的一个冲突 甚至战争的状况的话 那国防部可能就是难以置身事外 所以我不晓国防部有没有什么准备 对于户与户船 有没有什么样因应的作为 我想委员现在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啊 国安层次也会有一些分析了 那么这个部分将来在执行面上也有可能 这个当然我想这个不是代表决策 就刚才大家就情报分析上来讲 也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他这个登船啊 是对一般外国的军舰 或外国的渔船 对台湾他是不是用两种方式 不同的标准 那这个结果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综合的研判跟观察 那么至于是不是目前就会要产生这一个准战争的状态 我想我想还是我们还是比较乐观 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待观察 以上说明 部长的判断是他可能会找其他国家开刀 对对对台湾的话可能不至于 可是我担心的是 因为这时候整个南海如果有事的话 那周边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譬如说背后的美国他也很可能会介入 那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金普聪才去刚去上任 我们到时候是要跟中共联合 还是要跟美国靠拢 支持美国或者日本等等其他周边国家的一个做法 那么同时最重要是一个主权的象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议题 我们各个单位政府各个单位 不但要表示关心表示抗议 而且要相当有所准备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 三位请回请主记长 谢谢 好请主记长 主记长 这个马总统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曾经宣布要从明年开始 他给主记处非常宽厚的时间 他说他当选以后的第二任开始 一年内要来公布国人幸福指数 那2013年明年1月1号马上就要到了 那我不晓得这个议题 我曾经在年中也请问过你 请问主记处对于我们国家自己定的幸福指数 准备好了吗 我们什么时候要公布 那这个幸福指数有含哪些标准 我们预计是明年8月 总统说一年 对是一年 对 他说他说新阁任内 新阁上任一年内 那今年2月1号上任 新内阁一年内定出国民幸福指数 新阁是2月1号上任 那最多也到明年2月1号啊 怎么会是明年8月呢 因为我们相关的统计资料 必须有年的资料 相关的统计资料 有一些是到明年8月才能够出来的 那因为这个应该要跟那个国际接轨 那这样不是让总统票票了吗 不会不会因为它是一年嘛 那我们必须有一年资料 总统讲是一年内 那你不会首长自己率先 不尊重总统的这个开的支票啊 不会我们事实上 因为这个发布要跟国际接轨相关的 如果你可以有这样的理由的话 那总统何必开这个支票呢 总统宣布 我再把它宣布一下 再给他这个重复一下 马总统宣布 新内阁将在一年内 新内阁2月1号陈冲上任 定出国民幸福指数的具体办法 往后每年提出 不是要你两年或一年半提出一次啊 幸福指数报告 那所以换句话说 你现在要告诉我说 告诉国人说 2月1号提不出来吗 或者明年月1号提不出来吗 是因为这个跟OECD 他们发布也是同样的时间点 那这样才能做国际的比票 所以啊总统在讲什么话 以后内阁要充分给他准备资料 不要害总统票票啊 那你这样不是很尴尬吗 总统自己就票票 总统讲是一年内 那接下来我请退府会主委 谢谢 是 谢谢 请退府会主委 主委快过年了 所以有关于这个退休金 是不是应该加发年终这个问题啊 他的这个迫切性跟受到国人关注的 比率越来越高了 那就我了解 退府会 我们退伍军人是非常有组织的团体 有很多的全国性的各地的退伍组织 所以这个问题啊 目前是那行政院自己片面在做主张 那立法院有不同的版本 社会上吵吵嚷嚷 你认为政府应不应该 因为这个事情事关国家整个军工较警人员的一个 他本身的退休的制度跟当初政府的呃这个诚信原则的问题 信赖保护原则问题 也关系到国家整体的一个发展 所以你认为政府应不应该让退休军人团体 比照像劳工等等之类的跟政府来对话 来对话就退休金加发年终的还有退休金改革事情 来跟政府来进行对话那表示他们的意见 就是说他的意见 政府可以不见得全部要接收 但是至少应该要跟他对话 比照劳工团体您赞成吗 赞成 你赞成 那到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接见过任何退休军人的团体 就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 呃不只我不接见 是我自己去 你自己去 那进了哪些团体怎么谈呢 呃我是跟他们讲说 目前政府这边院里面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那在决定之前 我们大家都有意见的话都可以来说 我们也会收集他的意见 我们也跟院里面做一些建议 如果说你赞成退休军人团体 比照劳工等等团体 跟政府来对话的话 那当然军工叫紧各个团体 劳工都应该 那你赞成召开国事会议吗 呃这不是我能来作答的问题 不我说你个别的部会你赞成吗 我我个人意见啊 在这里原则上不要表达比较好 因为你觉得应该扩大对话的机制 对 办事要不要召开你不敢讲 我不好讲了 啊这不是我不是我本分该讲的事 但是我们都了解你的意思了 你们赞成应该召开国事会议的事 我没这样讲 好谢谢 下一位薛林薛委员 是 嗯 嗯